我們說拉琴不要只是拉了音符 拉了節奏 拉了那些大小聲 到底這些音符大小聲節奏是說什麼故事呢 會不會像我們說話一樣 是有些語氣 有些意思在那裡 在這首歌的開頭 我們就看到一些好像問句那樣的樂句 大家拉的時候看看能否感覺到有些問句的語調 大家如果一份譜是有bar number的話 可以看看二十八小節 大家聽一下這一句問一下自己 覺不覺得像一個問句 one and two 為什麼我們說問句呢 或者我們不是 就算未必真是問句 它是一個未有答案的樂句 如果你感覺到這一點 那你就不會把它拉成 最後這個音一定要有一種未完成的感覺 然後vermatter 大家都不知道那個down beat是什麼時候 你可以把它拉三拍也可以 是可以這樣做的 然後再看看 第二十九三十三十一 你可能以為 三十一應該會有答案了吧 但是 第一句 第一句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你肯定 然後第二句 我肯定 但是好像都不是最終的答案 雖然是大聲 大家看到呢 一個是 然後 然後 是怎樣呢 然後有四個音 我說的是bar 35 有四個音 但是這四個音 都不是很肯定的 為什麼 我們怎麼知道 retard 我們還沒有回到 本來首歌開始的速度 還有是細聲的 之後是怎樣呢 之後又有一個vermatter 根據我們的譜上面 有一個vermatter 我們不知道 有些什麼會發生 正當我們猶豫的時候 然後西齒說 我們回到開始的旋律 那是不是才圓滿呢 我們聽到 我們回去 開始 那個key 是D major 我們回去D大調 D大調開始 D大調結束 那我們才有一個圓滿的感覺 接著的 又是一些什麼呢 是 我覺得好像在想一些 好像有些擔心的情感在這裡 大家比較一下 開始是活潑很多 尤其是這個bb 其實可以這樣寫的 但是尤其是 然後後面minor的這一段 馬上烏雲密布 到底這個烏雲密布 是不是一路持續呢 當然不是 慢慢那些烏雲散去 大概去到95小節 haters D major D大調又再回來了 présent 螢幕 我想 這段 小心不要讓第一個規劃强得像一個Action 它其實是要柔和的 我們又要用多一點弓 但是又要柔和 所以在半拍那裡要輕一點 我們想用多一點弓的話 一定要輕一點 如果不是又用多弓 但又不輕的話 就會變成一個Action 這段之後又有些什麼呢 很大段的三連音的雙音 這些是很簡單的雙音 通常都是很容易拉到的 或者很容易聽到準不準 和不和 譬如 大家拉走這一段雙音樂段的時候 看看聽不聽到旋律的那些音 不是旋律的那些音細小一點 譬如117我們想聽到的是 然後118想聽到的是D線 好像兩個人唱歌兩個人的對答一樣 去到128129的時候 然後大家不妨分工用Metso Piano去練 總之一 以前是有些音樂段的音樂段 就是要聽到的音樂段 可以的音樂段 然後是有些音樂段 是有些音樂段 有些音樂段 有些音樂段 可以的音樂段 然後由三連音到半拍 我們要很肯定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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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哼哼哼哼 最後Size都給了一個 好像開頭的一個疑問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疑問 是好像開玩笑的 這個是一四三 所以我猜是因為這樣 這次這個疑問是很肯定的 其實你也知道答案是用Fortissimo去拉的 然後Manu Moso Tempo 要拉得很有趣 靈巧 很精緻